我们已经把这个request封装好了 有了这个request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map快速的拿值 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get parameter 一个是get parameter values 通过相应的name或者叫key 拿到对应的值 当然我们在封装的时候 考虑了一下一个参数多个值 那就是get parameter values 同时还有中文的问题 对吧 接下来我们引路servit servit在我们反射的时候 简单的聊过 叫服务器的小脚本 显然就是我们后台的代码 我们再来一个工程 close 把这些东西改一下 它request 这是我们要的 这些东西呢 删掉 request box我们留着 server呢 我们留最后一个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server06 看一下我们怎么加servit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已经封装好了 请求封装好了我们的响应 实际上我们不关注你的底层 我们只关注我给你什么东西 我要响应对应的内容就好了 因此后期呢 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 写后端代码的人来说 我们只写这样的代码 由于客户端过来了 我从客户端里面拿到对应的信息处理这个信息 然后返回对应的结果 你给我返回就完了 所以我们将这串代码呀 再进一步的封装 封装到我们的servit里面 先来个借口 servit借口 这个servit我们之前写过吧 是不是在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写过呀 是吧 来考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register和login考过来 这样的慢慢的就连起来了 是吧 login solid register solid 好 把它关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login solid 没问题吧 register solid 也没问题吧 我们把这个内容删掉 待会呢 我们要改 好吧 删掉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将这个servit加参数 显然 加谁呢 加request和expans 将我这个参数呢 传进来 我们现在只关注 请求和响应 就完了 关于呢 socket的编程呢 是底层的东西 我也可以不用关注 这样呢 我们就写了一个服务器的小脚本 服务器小脚本 接口 这个后面一定会学到 实际上这个servit呢 还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 还有这样的方法 do get do post 什么意思啊 根据不同的get与post 做相应的请求和响应吧 do get do post 那我们现在简化它 你就操作service 好吧 操作service 来简化它 我们就写一个 do get do post呢 我们就不讲 好吧 不用区分了 这样可以区分的 来 那这里面呢 对应的 改吧 加入我们的参数 加入参数 同理 这边也改 看到没有 那我们随便拿一个 比如说这个叫登录吧 那我们这里面代码呢 就可以怎么办 就可以把它挪到哪里呢 看好了 挪到 比如说我就挪到这里 你就是它呢 先不管它 好吧 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小脚本 servit 欢迎回来 这样是不是再处理啊 欢迎回来 你是帮子写好了 接下来 这里我怎么做呢 这个传进去的吧 这个传进去的吧 所以我们这里面 做什么事情 new一个servit 是不是new一个servit 知道吗 new哪个servit 对于servit的接口吧 现在你要newloginservit 没错吧 newloginservit 那我们这里就是servit 等于newloginservit servit 没问题吧 接下来呢 servit.servit 是吧 request 接偶到对应的业务处理内容 这就我们的servit 这就我们的servit内容 你这里改 是不是可以改啊 那我们不同的人还是跟之前一样 有不同的响应呗 是吧 是不是欢迎回来啊 这就相当于你登录嘛 登录的时候呢 是不是每个人进到自己的个人中心里面 好 这是我们模拟的界面 是吧 所以这块呢 我们加入servit 能理解吧 通过这个servit 解偶了我们的业务代码 好 我们这个版本的目标呢 来改一下 加入了 servit 解偶了 业务代码 注意这样呢 不同的代码 后期呢 放到不同的地方 好吧 不着急 我们呢 先把这个servit引进来 这解偶了这个代码呀 我们就可以很灵活了 我们再来看一点吧 比如说这一块 还记得有一个url吧 if request.gaturl 点equals 如果是 是-login 当然我们的杠拿掉了 对吧 如果是login 我们这块呢 是不是执行login呢 像这个代码呢 往上移一下 这么玩 else if 如果是他 我们做什么处理 是吧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reg吧 写一个reg好不好 来reg 如果你是注册 那我这一块呢 就进入到这里吧 else 我们还可以写一个什么 其他的东西 是吧 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这个后期 我们写个首页 那你解吧 现在呢 我们register也来点内容吧 我们来一些些内容 好吧 比较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随便输一个 不说一些甜蜜了 来 成功了 注册成功 看一下这个代码 如果你是login 我们走login 如果你是ig 我们走ig 启动一下 跑一下 好把这个改成reg 计算的 你看注册成功 来了吧 再运行 现在都是单线程了 是吧 先来单线程的 好吧 来 如果是login 看到没有 动起来了吧 根据不同的URL 我们可以请求不同的资源 大家呢 好好体会一下 我们代码的节奥 下一步呢 是不是说这个事情呢 这是我们下表做的 来 大家把它看一下